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转转Lunch Wars纽约州州立公园 这个公园主要是由Janusin和刘京的峡谷所构成的 整个沿岸一共17个英里 大大小小有50多个瀑布 但是最著名的就是三个 Lower, Middle和Upper 三个比较大一点的瀑布 峡谷两侧的岩壁高达170多米 所以也被称为东部大峡谷 Lunch Wars州立公园位于纽约州的西部 距离Rochester和Buffalo都是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Lunch Wars州立公园的门票是10块钱 如果你从北边开始玩的话 一进到公园就是Mont Morris的大坝 再往前走呢 就是漂亮的Hack's Back 这个景点呢 有点像俄进湾 或者像死马点的景点 Wolf Creek 也是小桥流水 然后呢 就是Great Band 非常的漂亮 再往南走呢 就是三个大的瀑布 Great Band呢 就是Janetton河 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然后呢 就是著名的下方瀑布 中部的瀑布 以及上游瀑布 我们呢 我们呢 没有直接进到Lunch Wars州立公园里边 而是绕道直接来了Mont Morris大坝 这里呢 可以环视整个大坝前的峡谷 也可以呢 走到大坝的上面 站在大坝的上面呢 可以看到 湍流的河水 从南部流向北部 经过Rochester 最后呢 进入安大略湖 这个大坝呢 不是为了发电 它完全就是为了保护下游的城市 Rochester 然后呢 我们才进入Lunch Wars州立公园 在这个方向呢 又看了一下Mont Morris的大坝 确实呢 感觉 视觉没有在Mont Morris那边看得好看 而且那边呢 看 珍珍子河的拐弯 也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呢 我还是建议你去到Mont Morris那边看一看 Hawksback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后来呢 我们又去了西部大侠五的俄径湾 和司马典 我觉得这些景点呢 非常的相似 不过呢 没有俄径湾 景点那么丰满 这些景点呢 都是河流 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大的湾 并且呢 两侧 高高的峡谷壁 也令你有无限的遐想 在这里呢 你看到的是狂野 以及宏大 但是你来到Wolf Creek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就是小桥流水 Great Bend也超级的美 我呢没有去过Big Bend 国家公园 不知道这里跟那里有没有可比性 如果是从北向南玩的话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Lower Falls 就是第一步的瀑布 这个瀑布的宽度 在三个瀑布里面是最宽的 但是高度呢 不是很大 在走Lower Falls的Trial的时候呢 中间路过了这里 这才是真正的河流 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河流呢 绕过高高的湖壁 Middle瀑布 我真觉得这里就是 微缩版的大瀑布 流量呢 很大 高差也很大 完全可以把它假想成 可以在美国这边看 也可以在加拿大这边看 虽然没有激光秀 但是彩虹呢 由山端 深入到瀑布的底部 时而呢 还出现双彩虹 伴着蓝天 白云 真的美得没谁了 在去往上游瀑布的路上呢 也是一路潺潺流水 连地上的石头 都被寝食的特别的细 一层层的岩石 特别的清晰 Upper瀑布呢 也是一个马蹄形的瀑布 这里呢 高差也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水汽 一直万上喷发 感觉这里呢 都可以放水雾电影了 只可惜呢 这里不像大瀑布 没有加拿大那一侧的观景台 所以没办法看到瀑布的全景 如果你是下午来到这个瀑布呢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彩虹 在这里垂直的跳动 极为美艳 也很喜欢 Upper瀑布上 这个高架的铁路桥 这真是自然与人工的完美结合 助力在跳跃的彩虹前 不忍离缺 只可惜呢 这个季节 植物的颜色有点单调 如果秋天来呢 肯定是更美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您订阅 留言 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